歡迎收看 料理甜點圈 我是香噴噴的主廚香師傅 我是聰明愛飯王的小廚愛子 愛子 今天要用奇異果入菜的是誰呢 是常常有心創意的 泡泡糖老師 不知道今天泡泡糖老師 會用奇異果做出什麼好吃的料理 那我們趕快歡迎他出場吧 趕快來歡迎泡泡糖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是 好久不見了泡泡糖老師 對啊 好久不見了 看到泡泡糖老師出馬 我們就知道他用奇異果來做菜 不知道會有什麼令人驚豔的效果 沒有錯 我們這次從頭到尾 都要狠奇異果 好難想像 你們首先要先來回答我的問題 就不能想像囉 好 問題是有些水果中富含酵素 所以在醃製肉類時 可以分解以下哪一種元素 達到軟化肉質的效果呢 A是澱粉 B 蛋白質 我們的答案是 B 是蛋白質 因為 因為都應該沒有澱粉吧 對啊 我覺得就是要分解蛋白質 這樣肉才會變嫩 那答案到底是什麼 你們太聰明了 沒有錯 答案就是蛋白質 因為蛋白質裡面有些富含水果的酵素 那弄煎的這些水果酵素 它能夠分解蛋白質 而且能夠達到軟化肉質的效果 但是也不能醃製太久 要不然肉質太軟化或太軟爛這樣 那從泡泡老師今天的問題 我就可以知道 它今天應該就是要用 奇異果來醃肉嗎 不愧是偵探相師傅耶 好厲害喔 沒有錯 我們今天從頭到尾 都要用奇異果來做菜喔 因為奇異果它裡面的奇異酵素 可以分解肉類的蛋白質 還有豆類裡面的蛋白質 好特別的方法喔 很新奇耶 那今天泡泡老師 要用奇異果來做什麼料理呢 我們今天要來做的料理是 奇異咕咕雞 那我們趕快來大廚師 請上菜 老師 今天需要哪些食材 我們今天要用的食材有 去骨的雞腿肉 然後奇異果 還有洋蔥 以及我們的檸檬汁 番茄丁 橄欖油 鹽巴 還有香菜末 還有奶油 還有九層塔 黑胡椒粒 以及蒜末蒜片 還有一些香料 好 那我們要來做的料理 我們要怎麼做 好 首先我們要先來 處理我們的主角奇異果 我們要先把奇異果去皮囉 怎麼會有剃牙用的牙籤在旁邊呢 這個剃牙的牙籤其實也滿好用 就我們平常都是用湯匙挖嘛 那其實牙籤也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你要記得先去頭去尾 然後中間切一半 然後把它插進去 然後慢慢的這樣子滑 沿著那個皮這樣子滑 繞一圈 對 繞一圈 我知道了 如果我們去外面烤肉的時候 一定不會有帶什麼湯匙 對… 你就如果有牙籤或竹籤 然後你就想要醃肉又有吃奇異果 好方便耶 真的 然後這樣子一捏 擠一下就跑出來了 對 擠一下整個就這樣掉出來了 好方便 來幫忙囉 要把它擠出來嗎 對 好 那我們如果已經弄出來的這個奇異果 等一下我們要拿來醃肉 但醃肉之前我們要先把它壓成泥 壓成泥 對 那這個我可以來幫忙 然後請向師傅了 這有兩種顏色什麼顏色都可以嗎 對 他們兩個都效素都含量非常高 所以兩樣都可以的 黃色的營養蜜度是蘋果的八倍 綠色的是蘋果的六倍 沒錯 看我們多清楚 對啊 看有沒有好愛奇異果 我超喜歡吃的 從電視上就可以學到 對 我是我第一次用奇異果來醃肉耶 就我們平常奇異果一開始都會聯想說 我要來做甜點了 對 但很少人會想到可以把它拿來做一些鹹食 好了 變成泥了 我們就把奇異果混合一些等一下要醃肉的香料 像是我們可以放一些一點點的鹽巴 一點點的鹽巴 對 一點點的鹽巴 然後一些黑胡椒 黑胡椒全部 好酷喔 太辣了 因為你會跟紙分不清楚 對 然後等一下還有一些蒜片 蒜片 對 蒜片 再放進去 然後呢 然後你就把它全部倒進我們的雞腿肉裡面就可以了 好 全部倒進去 對 把它做點 massage Massage 我做會了 請問肩頸還會哪邊要加強的嗎 還有什麼穴道要按一下嗎 三竹梨 我只知道三竹梨而已 看常常去按摩 好 三竹梨 來 三竹梨在哪裡 對 對 好 記起來了 好 大概15到20分鐘就好 要不然肉醃太久它分解過度也是太辣 會太軟辣 對 好 那我們就把它放15到20分鐘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就要開始來做奇蹟醬了 好 什麼是奇蹟醬啊 好 奇蹟醬其實就是奇異果沙沙醬啦 是有一種奇蹟的感覺 對 吃了就會奇蹟 是沙沙醬 對 奇異是沙沙醬 好 那要怎麼做呢 好 那首先我們要先來切奇異果丁還有洋蔥丁 那奇異果丁的部分就麻煩香師傅還有小廚了 好 然後我來負責這個洋蔥丁 而且奇異果軟軟的切的時候要小心 超好切的 那你們切的同時我就先來煎雞肉囉 好 我希望今天的雞腿肉有一點奶油的香味 奶油 對 我想加一點奶油 然後這一些奇異果你就先可以算是把它剝掉 剝掉就可以了 對 剝掉 那剩下的可以給我嗎 好 這可以吃嗎 好蒜味的奇異果 真的假的 那我們就把皮這樣上下煎囉 好 吃嗎 可以蓋一點鍋蓋 那我們如果這樣蓋著的話 它就是水分也比較不會流失 就是會把水分鎖住 對 對 來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沙沙醬吧 我們要來做沙沙醬了 好 你們都切好了 我們來做沙沙醬 先準備一個碗 那我們就把我們剛才切好的丁都先放進去 好 這個奇異果好甜 超甜的 真的 而且是兩種不一樣的口味 你吃看看 不一樣的味道 真的 我吃不太出來 那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我喜歡這種 你喜歡這種 我剛好兩種都有 好 那要加什麼呢 吃起來了 太開心 好 我們就把奇異果都倒進去吧 好 快點 一個一個 八隻… 顏色好漂亮 對 已經有一二三三的顏色 我們還要繼續讓它更奇蹟更鮮艷一點 少了什麼顏色 少了紅色 那就麻煩小廚囉 好 吃著我們的番茄丁 少一點 真的耶 這樣就會感覺好漂亮喔 真的 黃蜜紅又… 黃蜜紅又出現了 我們節目要謝謝黃蜜紅一直出現在我們節目 好 我們的這個肉已經差不多 我把它翻面一下 顏色很漂亮耶 對 我們再繼續再煎一下 我們這個醬還要加入什麼嗎 我們接下來還要再加一些 剛才準備的一些香料 香料 像是九層塔 香菜 可以把它倒進去 好 全部嗎 對 然後加一些黑胡椒 黑胡椒 好 蒜末也可以 蒜末 蒜末 一點點 好 還有什麼呢 好 鹽巴 一點點就好了 用手抓一點點去撒 然後當然我們要酸酸甜甜的嘛 對 一點檸檬汁 檸檬汁 一點點就好了 好好好 對 橄欖油 好 橄欖油 酸的 一點點 太多 沒有啦 剛剛 其實可加可不加就是 調味的 對 調味的 那你只增加一些香氣 好 就麻煩你們幫我攪拌去 攪拌一下 我已經聞到那個香菜的香味 對 奇蹟醬耶 對 超酷的 忍不住就想要 超級奇蹟的醬 而且你知道奇異果裡面有 還有豐富的維他命C 如果你在飯前吃的話 像有一些想要瘦身 結實 想要身材好的女性朋友 多吃以後可以增加你的飽足感 你吃其他東西就不會吃那麼多了 可是一般不是水果都在飯後吃嗎 飯後吃也有它的功效 像是飯後吃的話 它可以避免脹氣 促進消化 像剛才浩浩老師說 奇異果裡面的奇異酵素對不對 對 奇異酵素可以分解你 已經吃到肚子裡面的大魚大肉 幫你消化一下 然後另外它有膳食纖維 還可以幫助排便 所以它是一種非常好的水果 難怪是水果之王 好 那我們來試吃看看吧 很好吃耶 好像沙拉了 好豐富喔 對 很有層次感 就是有很有一層一層的 西來的那個龍口味 紅紅紅 應該是那種奇異果的香 就是一個是綠色然後再來黃色 然後再來一些 紅色 一點的意大利香料 然後再來番茄 然後再來香菜 你只是把它全部講一次啊 最後吃了你 哪有 好了 你們兩個別刷飽了 已經好了 那我們可以擺飾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鋪一點點的這個 奇異酱 奇異酱在下面 我覺得你可以配那個 像墨西哥人配那個脆片 起司 對 麵應該也可以喔 變冷麵 很酷耶 哇 然後這個可以就是擺一點點 好 撒一點點香料 來 大廚師 這個香料很重要喔 感覺很漂亮啊 是啊 泡泡老師在告訴我們 這道料理叫做 這道料理叫做 奇異咕咕雞 完成了 黃色奇異果裡面 它有一個成分叫做葉黃素 那葉黃素可以保護我們的眼睛健康 而奇異果酵素 它可以促進我們的雞肉蛋白質的一個消化吸收 那牛番茄 它其實比我們的小番茄的熱量更低 而且還多了一個茄紅素 可以幫助我們抗氧化喔 每一位開動 趕快來吃吃看喔 美味的奇蹟嗎 對啊 奇蹟的美味 奇蹟醬 很奇妙的組合 我覺得很清爽耶 而且啊 肉經過醃過以後 真的變得比較嫩一點耶 讓我有點放鬆的感覺 放鬆耶 很舒服的感覺 又快上沙沙醬 因為沙沙醬就讓你好像在那種 海洋那種感覺 海洋倒過 對 而且很清爽 吃了以後包準你會 好可愛喔 所以我覺得各位媽媽們 可以把奇異果醃肉這一招 放到你的祖傳秘方裡面 是的 不要再告訴別人了 很特別的口味耶 所以想要知道更多好吃美味的料理 記得要準時收看 料理甜蜜圈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這個真的很厲害耶 祖傳秘方 再來吃一口 謝謝胖胖老師 這個我學起來了 不酷… 好清爽喔